10月14号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 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6.41万元 同比增长了10.9% 央行表示 当前全社会流动性合理充裕 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央行表示 金融机构对重点领域的 中长期贷款的资金力度在不断地加大 贷款结构持续优化 9月末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增速14.8% 为2018年以来的最高点 从中长期贷款的实际头像看 9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余额增长 是30.5% 增速比上年末高了15.7个百分点 为连续11个月上升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保持快速增长 9月末不含房地产的服务业的 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17.3% 增速比上年末高了3.6个百分点 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点 此外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 软建宏表示 受疫情影响 宏观杠杆率会出现阶段性上升 宏观杠杆率提升 适应宏观政策 是支持疫情防控 和国民经济恢复的一个体现 应当允许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 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 有报道称 自9月份以来 印度多家大型出口纺织企业 因为疫情无法保证正常的交货 已有多个本来在印度生产的订单 转移到中国生产 对此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任 昨天作出了回应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星前表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对供应端和需求端都造成严重冲击 产业链供应链同步受阻 中国也经受了同样的考验 李星前表示 中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 率先实现复工复产 有利保障了国际市场供给 支撑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顺畅运转 昨天 商务部外贸司现官负责任表示 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外贸回稳向好 进出口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双双提升 从历史比较看 前三季度 我国进出口总额23.12万亿元人民币 增长0.7% 进出口规模创同期新高 从横向比较看 国际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7.8个百分点 国际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 创历史同期新高 贸易规模和市场份额双双提升 同创新高 是中国外贸基本盘和综合实力所决定的 今年上半年 我国进口占全球市场份额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8个百分点 世贸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也专门表示 中国不仅在出口方面表现突出 在进口上也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 今天公布的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涨幅创出年内新地 整个三季度物价走势也是延续了逐月回落的态势 那回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梳理一下三季度物价运行曲线图 从三季度物价运行曲线图来看 呈现逐月回落态势 猪肉价格依旧是影响指数回落的核心原因 具体来看猪肉价格同比涨幅 从7月份的85.7% 回落至9月份的25.5% 和物价走势图基本保持一致 此外 鸡蛋鲜果的同比价格 在三季度也呈现负增长态势 鲜菜价格尽管在三季度出现波动 但均是极端天气因素造成的短期影响 对物价走势影响有限 一系列重要民生商品保购稳价措施到位之后 主要的肉类 菜类等等食品的价格 也呈现了稳中回落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态势 所以三季度这样的CPI 我们看到是稳中回落 从今年来看了 一季度的物价变动 主要是疫情冲击下的一个不正常的变动 二季度就很快地向着常态来回归了 三季度是进一步向常态回归 所以从一到三季度这个物价的变动来看 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变动成分越来越多 那么疫情冲击下的非常态的变动影响 越来越小的这样一个总体特征 专家表示目前食品价格稳定运行 特别是猪肉供给保障继续恢复 对物价影响减弱 此外非食品价格逐步恢复 加之翘尾因素大幅收窄 四季度物价将延续稳中略降的态势 今年的整个的物价水平 应该是总体是运行平稳的 而且是前高后低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 目前来看实现全年的预期调控目标的基础 是比较牢靠的 在看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之后 我们现在连线财经评论员侯杰 听一听他对这些数据变化的看法 您好 侯杰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数据 那么今天的CPI和PPI数据 可以说是符合预期 那么CPI的回落主要原因 就来自于食品价格的回落 这就说明前期影响CPI价格的主要因素 猪肉价格确实是在生猪生产的恢复过程中 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随着疫情结束的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整体包括流通业物流业的恢复 是进一步的加大 那么加上秋季 我们看到蔬菜水果又是一个旺季 那么整体蔬菜的价格也是出现了回落 因此整体来说 居民的社会生活回归到了一个正轨 价格也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状况 那么同时 在中国经济恢复正轨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全球经济复苏 可能还尚待时日 因此在于石油等等能源资源价格方面 看到大宗商品的价格依然是处在一个低位 这也拉低了我们中国目前成品油 等等一些资源能源的这种整体的价格 就拉低了CPI的一个相应的水平 而随着疫情后 我们看到整体中国社会生活的复苏 商品包括我们的消费 各个流通方面的升温 导致核心CPI实际上是一个稳中有升的状态 这也充分显示出了我们中国经济活力的日益复苏 正像IMF前期发布的一个 这个世界经济展望当中预测的说 今年全球的经济将回落4.4% 而中国将成为唯一的一个正增长的国家 那么这样的一个预测 其实在我们前两天公布的 9月份进出口数据当中也能够看出来 那么9月份进出口数据 也是出现了双双的大幅的增长 特别是出口方面连续6个月出现了这种正增长 内需全面启动 开放也是进一步的扩大 而且还做出了很多强化与外需的这种精准对位的动作 可以说新发展格局目前已经初步形成 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看到昨天央行公布的涉容 包括新增信贷的相关的数据 数量上处在了一个合理增长的区间 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活力日益的增强 那么流动性合理充裕 新发展格局的成效已经开始显现 向您 好的 谢谢侯杰的点评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到6月份 主要农机生产企业累计销售的各类自动驾驶农机装备和系统 共1.17万余台套 同比增长了213% 与此同时 今年上半年 由于智能农机的使用 使得农药化肥的使用量降低了30%以上 农业作业效率提升了50%以上 目前我国已经在黑龙江 江苏 四川等12个省份 建立了18个农业无人作业实验区 无人驾驶的拖拉机 插秧机 收货机 施肥农药机等 已逐步进入了商业化的应用级段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召开三级度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 数据显示 当前全社会流动性合理充裕 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数据显示 9月末广义货币M2的余额是216.41万亿元 同比增长10.9% 增速比上月末高0.5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量是16.26万亿元 同比多增2.63万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 社会融资规模的累积增量是29.62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9.01万亿元 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是280.07万亿元 同比增长13.5% 这个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8个百分点